信顧問報告 借重債、行錯路、急薪百億公帑擴建救忙 海洋公園陷田哄兩難 本週一,海洋公園提出全新定位策略發展計劃 並向政府尋求106億元撥款 分期重建及翻新原來設施薄翻新 有前海洋公園董事策局 當年海洋公園發展工作組主導將公園轉型 並聘請獨立顧問機構進行財政評估 最終決定借重債投資於55億元擴建 縱下今天的禍根 除了內地旅行團大減 加上一批新樂園加入爭食 海洋公園的前景相當暗淡 然而政府若拒絕泵水擴建 就難以打破生意越造越縮的惡性循環 欲知更多內容,請留意最新一期東週刊